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题,段报人才方阵,距离强军委业习近平主席,视察陆军步兵学院,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梅常委,全面提高办学育人水平,为强军事业提供有力人才支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1日视察陆军步兵学院,并发表重要讲话。 连日来,全军上下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渠道,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展开讨论交流。 广大官兵表示,习主席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明确提出,要立体为战役人先宁导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要以习主席重要讲话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努力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 届时以高素质人才方针,托具新时代强军事业,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 视察期间,习主席强调,要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培养一茬茬,一代代合格的红军传人。 因因嘱托,在广大官兵中,引起热烈功名。 陆军工程大学党的创新理论波火者团队负责人,政治工作系主任于鸿表示,学校是利得数人的地方,政治理论课是落实利得数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作为军校政治理论教员,要坚决担负起这一使命,引导广大学员自觉助劳忠诚之机,补足精神之概,厚执爱国情怀,当好红色江山的坚定捍卫者和守护者。 陆军步兵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主任郑宏军表示,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就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 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把政治建军要求落实到办学制校各方面和全过程。 国防科技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空军工程大学广大教员,学员表示,当合格红军传人,听党的话,跟党走,既要刻尽头脑里,更要落在行动上。 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在部队,不管身处军营还是步入社会,都必须实时事事处处牢记,立体违战御人鲜明导向,培养强军圣战人才是军队院校的主则主业。 火箭军工程大学校长李华赶到,学校当前建设发展,面临着备战打仗导向更加鲜明,军事教育改革任务十分艰巨, 科研创新形式更加紧迫,狠抓落实要求更加严格等新形式系任务新要求,一定以部队需求策与学校供给策精准对接为目标,立体违战御人鲜明导向,深入研究人才培养特点规律,按照强基础,深专业,宽面向,重实践的思路,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武警工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大数据工程教研室主任张知名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给一线老师打了气,鼓了劲,作为军校教员。 三尺讲台式战场,培养优秀学员是他们的毕生追求,一定要与未来战场需求精准对接。 一切教学科研,都要为打赢服务。 将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努力在为打赢服务上,实现更大突破。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让人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正在东北、东南方向,开展现的教学的国防大学战略指挥培训班、联合作战指挥培训班百余名将校学员和教员们表示,一定牢记嘱托。 仅仅围绕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核心职能,聚焦备战打仗,瞄准世界一流,坚持以占领教,卫战教战,切实提升教战延战本领,坚持改转并举,加强实践探索,强军必先强院校,强人才。 近年来,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军队院校建设发展,迎来新机遇,也面临新挑战。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紧贴形式任务需要,全面提高办协育人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 武警指挥学院教务处处长陈长江说,他们将从构建能力指标,搞好培训设计,优化教学内容,建立教学团队,健全制度机制等八个方面入手,持续推进实战化教学改革,确保培训质量与站位需求无缝衔接。 空降兵某训练基地政治工作教研士副教授行军节表示,要积极适应改革,创新探索紧贴实战,引领发展的教学训练模式,研究形成面向部队,聚焦主业的理论创新成果,建设一批对接战场,服务打仗的军事精品课程。 近日,行军节所在基地正在开展御英兼兵群众性教学比武活动,以进一步提升教员专业组训能力,一线教学质量和课程建设水平。 陆军某师,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舰在直升机某部,火箭军某旅,战略支援部队驻于某部官兵表示,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 推进军队院校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创新,不仅有利于培养符合部队建设和未来战争需要的优秀人才,也有利于部队与院校开展互动合作,不断把急约急优,开放办学,联合与人推向深入,为强军事业提供有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真正赢得未来战争的主宝权。 参与财写,李永飞,云丽孝,边疆,罗金木,郭小红,周璇,蒋龙,孙飞,钟福明,原标题,殴打承包商,偷盗设备。 阿富汗军人被报多起不法行为。 美媒称,监察部门一份最新报告说,随着最近几年,美军陆续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军人扣押承包商。 队友的承包商大打出手,还强迫一些承包商,从事超出使用美国纳税人资金合同范围的工作。 美国海军时报周刊网站,3月20日报道称,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的报告指出, 一些阿富汗承包商,在试图把设备从一处设施中搬走时,遭到强行扣押,并长时间锁在集装箱里。 根据这份报告,在另外的案例中,阿富汗军人因为一些承包人员没有服从其所要求的修理超出合同范围设备的命令,就把他们剃了光头。 这类问题的一部分发生在最近几年。 截至今年1月,阿富汗部队从全国17处设施偷到了承包商设备。 这些物资包括电池、排气扇、燃料、空气和燃料过滤器、窗室空调、洗衣机、电圈、密封物、照明设备以及集装箱等。 报道称,阿富汗军队偷到的承包商设备价值78万美元。 这对于合同总价值来说九牛一毛。 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的报告说, 截至去年,五角大楼在阿富汗军警基础设施合同上支出了大约90亿美元。 报告指出,美国国会已经拨出逾780亿美元,用于支持阿富汗军队和警察。 但是,偷盗承包商财产这一新情况,却让外界对于美国干预阿富汗局势18年的成效产生了疑问。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巡逻机,靠近韩国海军舰艇威胁飞行,在两国所引发的争吵正逐步升级。 韩军24日公布了日本海上自卫队P-3巡逻机,此前一天,贴近飞行威胁韩国军舰的五张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显示,日机在60米的低空,靠近韩舰,双方最近距离仅有540米。 韩联社称,23日下午2时3分许,日本P-3巡逻机,在东海海域靠近韩方军舰。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紧急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日本巡逻机的威胁性飞行举动。 韩国军方24日公布了两张红外线摄像机所拍影像的截图,一张光学摄像机所拍影像的截图和两张雷达画面。